深夜11点三从火菜市场灯火通明 卫姓采购员拿着报表核对水果 他接着开箱 拿起水果检查 把明显不好看的换到另一箱去 知情人士控诉 不知采购员会选货给特定厂商 休假期间采购员穿着便服来果菜市场 不是来加班 他先到这一区 看到新鲜蔬果 就从箱子内拿起来 另一个镜头也拍下 他拿着塑胶袋边走边挑 把输果装进袋内 离开前还跟一旁的拍卖员又说有效 知情人士说这名采购员选货换箱 以及私自拿输果自用 已经不是第一次 单位主管都知情 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导致陈销人装商商品短少损失 今天第一次请你这样讲 让我开市以后我好好的去了解好吗 我们一定会启动行政调查 到底有没有事实 有没有这些事情 我们一定不会回避 一定会去做处理 新北果菜市场公司表示 将启动行政调查厘清 是恶意检举 还是员工真有不当行为 扰乱市场公平作业机制 三选过程中网家很受奖